回来 谢谢侯爷 我很喜欢 桃花庄 路火煮茶香 苏醒至今秀时光 月色静静淌 只断情一场 只盼人一双 秋风凉 灯高平澜望 青山日暮烟尘航 白马千冠窗 是谁的年少 入梦归意孤雄 冲安望用你温暖手掌 握紧握聚唱疯狂 未曾向前路漫长 青丝春霜 我仍在你身旁 心滚烫 似着白脸向往 心深处在无需隐藏 任世间多少聚散 多少无常 写树到天荒 写树到天荒 你去照顾好丹阳 要是丹阳出了任何事 我绝不饶你 林冠绝不负月长 绝不负丹阳 增强抵抗力 快炮力助身 力助身牌 维系炮腾片 由你收看 锦心四域 侯爷 凤青来我们家 已经有一些日子了 你准备把这个孩子 交给谁来抚养 有决定了吗 我和十一娘 已经商议好了 以后凤青就交给 母亲 母亲 我和凤青那孩子 十分投缘 我愿意照顾凤青 请母亲和侯爷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他 宜震 你是真心的吗 是 母亲 我喜欢凤青 我会把他当作 自己的孩子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若母亲不反对 这件事就证定了 以后凤青就记在二哥名下 由二嫂担养起教养之责 前车赴 后车进 就取名为四季 很开心二嫂能做这个决定 是你的话说服了我 过去的事 是时候放下了 凤青的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 看到没 我们俩为孩子争了个头破血流 却让夫人做了这个顺水人情 如今啊 夫人真是礼子 面子都有了 你说这算不算是 玉蚌相争 渔翁得利 夫人之前明明答应好好的 可最后却把孩子送给了二夫人 怎么能这样啊 你别胡说 快把这些都收起来吧 可以送给别人 以后应该是用不到了 娘 谁能 她们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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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刺绣给我拿过来 夫人 你这腰伤还没好 还是要多休息 没事 忘好多了 夫人 五爷说要来感谢您 已经到门口了 快请进 五爷 四嫂慢点 请坐 请坐 五爷不用这样 十一娘受不起 四嫂过谦了 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 四哥能与我交心 全靠四嫂相劝 凤卿也全靠四嫂相助 才能得此善待 但杨母子就更别说了 令宽 我已违报 只能在此谢过四嫂 五爷 一家人又何须多礼 快坐 见过此事 我算是知道四嫂的为人 若此后再有人讨扰四嫂 我便第一时间站出来 听你说话 哪有人来讨扰我 五爷言重了 不过 有一事 我倒是十分好奇 四嫂 但说无妨 五爷也知道 我喜爱刺绣 听闻 但阳县主 虽然身居侯府 可这刺绣记忆 却十分精湛 不知在端午重阳之时 可有给你绣制 香囊 中医之物 可否拿来与我瞧瞧 我也好 偷师学艺一把 哪有什么精湛的 但阳自幼在宫中 跟绣娘学过几年 跟四嫂相比 还差得远呢 四嫂过千了 就是这个 这个相当上的刺绣 针法紧密 色彩明快 县主果然是心灵手巧 四嫂如是喜欢 我让丹阳 亲手给你做一个 也算是报答你的相救之恩 县主现在身怀六甲 可不能操劳 这事可千万不能 让县主知道 若是让她累着了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还是四嫂想得周到 对了 不知五爷可还记得 一年前 慈安寺命案之事 我当时在慈安寺 上香祈福 听说四嫂的至亲 遇害身故 当日我来迟一步 便与母亲天人永隔 在被痛自责之余 我也很想知道 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若贸然打听 我又怕引起别人的误会 当时我在慈安寺 只顾陪在 淡阳和母亲身边 未曾看到什么 不过当时跟随的下人 倒是很多 我可以向他们去询问一番 或许他们有看到什么 如此便多谢五爷了 只是 此事最好还是私下打听 侯爷公务繁忙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了 免得他又为此费心了 还是四嫂体贴入微 令宽明白 那令宽就先告辞了 五爷慢走 夫人 那香囊上可有线索 布料虽是一样的 可是刺绣针法 和图案风格大不相同 那就是说 吕姨娘的死 与淡阳县主无关了 五爷说 她一直陪着淡阳县主 县主与此事应该无关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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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听说了 借哥这件事 你做得很好 将借哥 过去到二方冥想 既不会对中哥形成威胁 也彻底断了 其他姨娘的心思 但是你 不能掉以轻心 绝不能让他们 多了侯爷的宠爱 侯爷非常重视尊哥 对女儿也十分尊重 母亲就别操心这个了 安心养病吧 侯爷既然尊重你 那为何到现在 不以你同房 你如今已经执掌中亏 接下来 不要想办法 抓住侯爷的心 男人都探脱新鲜 你让你身边的人 多接触一下他 看看侯爷 喜欢哪一个 你跟陶妈妈 早做打算 侯爷最近来夫人屋里次数颇多 太太又怎会知晓 侯爷跟夫人还未同房 难不成是有人在偷偷地通风报信 琥珀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是不是你 夫人 对不起 好呀 琥珀 果然是你 夫人这么信任你 你却背叛他 你早就想好要当通房上尉是不是 夫人 我却绝无此心 还请夫人信我 夫人你不能再相信他了 他背叛过你 好了 进去吧 夫人 你放心 姐姐有办法 这个是姐姐给你绣的 你可要好好地留着 你记住了 这手帕 便是我们姐妹的信了 对不起 为了找到姐姐 我只能听从大胎 对不起 伙伴 琥珀辜负了夫人的信任 任由夫人责罚 我叫你来 不是为了罚你 先起来吧 之前听母亲的言语 她并不知道 我在查我娘死营的事情 是你在替我隐瞒 由此可见 你并非卖主求荣之人 你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对母亲言听计从 可是有把柄在她手中 看来我猜对了 琥珀 我深信你为人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也不希望你受制于人 你若相信我 我可以帮你 夫人 不是琥珀不信夫人 只是这件事 你们帮不了我 就当琥珀对不起你 听说你今日回娘家了 侯爷 你不信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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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身体抱恙 我便回家看了看 需不需要请刘太医 过去看看 多谢侯爷关心 若有需要 我再与侯爷说 你还会白描 刺绣需要底稿 不会白描怎么行 只是我话机粗浅 难登大雅之堂 侯爷不要笑话 作画古朴 雅致 朦胧中 竟还有点古旧 沉破之感 是一副难得的佳作 侯爷果真是文武双全 我做此画时 先用了壮粉和壮色量法 还将石色和盐彩相结合 尽量减少了线条的身影 希望用色彩 就能造就出 和唐的朦胧之美 画作是佳作 可你如何用针线将其呈现呢 侯爷拭目以待即可 可我所言有误 给 这是 打开看看 你不是钓了一只白玉簪吗 我向东青问了一下 簪子的样式 侯爷您太有心了 这只簪子和我丢失的 几乎一模一样 试试看 看看还有哪里不妥当的 回来 谢谢侯爷 我很喜欢 诚哥 诚哥不哭啊 不哭不哭 我不是 对啊 夫人 诚哥 诚哥 怎么了 怎么了 诚哥 谁欺负你了 乖 乖 诚哥 怎么了 你告诉母亲 怎么了 母亲 我的木箭断了 木箭断了 爹爹有办法 是吧 侯爷 没关系 爹爹有办法 是吧 侯爷 对 没关系 你 诚哥 是吧 乖 谢谢夫妻 你 以后呢 剑也摔坏了 是可以重新做一把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去玩吧 诚哥 又有新剑了 诚哥 他从小就带丫鬟 和妈妈们的孽下长大 身边没有男子 作为榜样学习 是以性格才软弱了些 侯爷其实 可以多跟忠哥相处 您的言传身教 定能让忠哥 长成一个 有担当的男子汉 忠哥 忠哥 这里 这里 慢点 没事吧 忠哥 忠哥 没事的 我自己可以起来 我 我 我 母亲 我现在好着呢 以后可以天天过来陪母亲说话 当心你的身子 我 联房给太夫人请安 母亲 要说四嫂还真是能干有本事 这执掌忠愧以来 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就连尊哥也照顾得十分周到 也难怪侯爷一天到晚 竟往西跨院去 夫人慧至兰心 心思细腻 却身惭愧 怎敢与之相比 乔姨娘也无需妄自菲薄 毕竟正妻的位置 也不是人人都能坐的 说起来 乔姨娘入府也有一段时日了 怎么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联房不争气 让太夫人和侯爷失望了 联房 你还年轻 这个事急不得 去坐 坐吧 是 太夫人 尊哥慢点 哎呦 慢点 小枕哥快来啦 小枕哥快来啦 是父亲给我做的木箭 哎呦 小枕哥拿着木箭 拿好啦 娘 这四哥 还有时间给尊哥做箭啊 是母亲让父亲给尊哥做的 父亲可听母亲的话了 哦 你是说 你爹爹 听你母亲的话 是啊 不管母亲说什么 父亲都不发火 他说的是咱们徐家那个侯爷嘛 既然尊哥有了新箭 那让五叔 教尊哥一段新的唱词 来配你的新箭 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尊哥喜欢新唱词 嗯 近日过天理尽日后 离书尽欧过 再不应宋天资英明圣 只是他包龙徒只会的 哦 这是包带至至斩鲁齋狼吧 哦是是 钟哥 武叔唱得好不好听 好听 要是钟哥好好读书 以后我叫武叔 多唱给你听听 好 四哥 你不是 不喜欢钟哥听戏吗 哦 既然是怎么了 我仔细想了想 我也是从小听这些长大的 戏曲 能让钟哥 学会处事做人 你四嫂也十分支支 侯爷 真没想到 四嫂进门以后 您的变化如此之大 以前我们也没少劝您 要对钟哥 对武爷要宽容些 您之前可从来没有听过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叫卤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好啦 侯爷回来也累了 乏了 丹阳 你坐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回去歇歇了 都回吧 既然母亲累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走吧 走 走 霄音 侯爷 近日 我变化很大吗 侯爷最近总照镜子 要说变话 侯爷最近笑容确实多了不少 近几年很少见侯爷笑过了 董卿 衣服紧不紧啊 没有 我没胖 你看看你这儿多亏 夫人 侯爷说他今日不来了 那我们自己吃吧 火婆 你去拿一副碗筷 是 夫人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侯爷有点奇怪 他每次看见你的时候 都有点不自然 可能是公务繁忙累的吧 不会吧 之前侯爷再忙的时候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过 是不是咱们惹到他了 没有啊 之前不都好好的吗 难道是 不喜欢我给他做的衣裳 不至于啊 是不是咱们借口回家探病 其实是去仙灵阁授课的事 给侯爷知道了 要是那样 他早就找我说了 侯爷可不是抹不开嘴的人 也是啊 好了 不要想了 王侯将相的心思 哪个是简单的 要不然夫人你还是去半月盼看看吧 不去了 快 坐下吃饭 快坐呀 琥珀 难得侯爷家会不开 快呀 夫人 我们是下人 这样实在是 我说过了 在我的房中只有家人 没有下人 嗯 快 快坐 快点 快点 快去坐吧 好吃 琥珀 你喝汤吗 我给你沉点汤 侯爷 真没想到 四嫂进门以后 您的变化如此之大 以前我们也没少劝您 要对尊歌 对五爷宽容些 您之前可从来都没有听过 我也想什么呢 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啊 跟我说说 说不定我有办法呢 你 你 你别瞧不起我 我的外号叫万事通 侯爷您是知道的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我觉得 我最近越来越不想自己了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是谁 是谁 让侯爷这么心神不宁的呀 是 我知道 我也发现侯爷近日来 有些情绪异常 甚至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不过这些 都是在夫人进门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跟夫人有关系 我是虚家家主 背负着全族的兴衰荣辱 我不能被任何情绪影响 我必须 心如磐石 可侯爷 您不是磐石 您是人哪 人总会有七情六欲的 很多东西 您也控制不了 我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过 您是在害怕吗 您是在害怕吗 侯爷 夫人此事在西跨院 夫人今日好像要回娘家 难道岳母的病情 还没有好转 真心 侯爷 傅大人 真心 侯爷这是要回府了 我正要去国子建 不想遇见了侯爷 听闻最近岳母身体欠佳 不知现在如何 需要 太医院刘太医帮忙诊断 有劳侯爷挂念 家母的病情已经稳定 只需再调养两日 便可痊愈 如此甚好 待十一娘下次回去的时候 让她多待几株人参 给岳母调留身体 多谢侯爷 我与十一娘也许久未见 正好我们兄妹可以相聚一下 许久未见 十一娘 最近不是经常回去吗 未曾啊 或许她回去的时候 我正好不在家 所以我未曾得知 走吧 没有 是任何不在家 有兵的 进化 过贾 收赊 就 number 蘇师傅你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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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师傅 你看我这衣裳 这可都是您做的 怎么样 好看 好看吧 这绣口刺绣很是精致 是吧 真好 罗师傅 你来了 你看 这是在你家卖的 这可是我们这儿 极受欢迎的山面饰样 肃静雅致 你看这块料子很不错啊 挺好的 绣工也很好 二位客官需要些什么 我们想看一下绣品 有什么上等货 好 这边请 客官您看 这是我们最新的绣品 色泽艳料 秀气精湛 请问客官您是送夫人呢 还是 我想自己看看 哦 请自便 老师傅早 老师傅早 今日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以画稿为本的画秀 水墨的书画 历来受到文人所推崇 其画意 直接影响到我们刺绣的绣稿 和制作 画秀以平秀为图 成何地图 别怕 本人带走 侯爷 这里面都是女卷 我也不合适吧 我先来看看你们 请问两位公子是要买绣品吗 请问 请问 屋里交作刺绣的女子是 哦 那是简师傅的徒弟 罗师傅 您要找她做绣品吗 简师傅 她的手艺非常精湛的 那 她大概多久来一次 一个月 也就三四次吧 来给咱们栽民女卷上上刺绣课 多亏了罗师傅给咱们传授记忆 咱们才能在受灾之后 有遗迹之常赚钱谋生 要不然 早就流落街头饿死了 啊 请您到前厅选绣品吧 好的 侯爷 夫人真是心地善良 对灾民如此伤心 咱们还进去吗 好 找几个人 在这边摆个摊 平日里定日点 保护好夫人安全 是 这事 不要让夫人知道 侯爷这么关心夫人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 做了好事还不去宣扬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 侯爷 您是怕夫人知道之后 心里不舒服 之后再做这件事情 就不能自由自在的了 您对夫人 真是关心得很 你说够了没有 侯爷 就算您生气 我还是得夺嘴 有些事啊 说了总比不说 些话不说了 您别生气 听杜妈妈说 这几日太夫人胃口不太好 这是连房亲手做的 红豆薏米汤 能够健脾去湿 太夫人喝了一定会好一些 来 还是我的连房心疼我呀 其实今日我给夫人也准备了汤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送去 就听说夫人又出去了 应该是回娘家了 又回娘家了 你说她嫁过来时间也不长 这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徐家 为难她呢 哎呦 夫人段不是这么不懂事的人 我是听说 罗大太太近日身体不太好 夫人应该是备了些补药 还有一些绸缎回娘家看看 还帮衬着五娘做生意开铺子 这嫁了人也没有忘本 嗯 不忘本是不错 咱们徐家也不差那些东西 可她得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好呀 这三天两头地往外跑 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长颗体统啊 开夫人说得有道理 孩儿给母亲请安 侯爷回来了 侯爷 坐 怎么了 你们刚才在聊些什么呢 哎呦 这个十一娘 又跑回娘家 去照顾罗大太太了 母亲 百业善孝为先 若是十一娘 在岳母生病的时候都置之不离 您又怎么能指望 在您生病的时候 有人在您跟前服侍 你倒是知道护着自己的人 二 三 四 五 侯爷 您之前让我调查周鹏美米一事 现在有了线索 楼痰子也凉如没 谁提笔划寂寞 这一身 花边漂泊 唯有相思暖凌漠 山城等雨落 我等你回忆中经过 看天色比你脸色更落寞 风起又摇住过 岁月冷一闪躲 看命运一路曲折而言 分始终不说 心舌眼沉默 却划不出你的轮廓 这纸墨要怎么写进你我 谁提笔又因思念平地几风波 谁来过有热往事在心里颠簸 若顺情可念不可说 结局我不躲 你的灯火阑珊主有我 谁提笔跳起孤单泪眼积婆娑 谁来过为你好尽我一生闭眸 若非恶不曾不过我 怎么贪执着 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 爱你 对我说 恶不得大 百分之 并非